第三个试题,若已知下列三个反应,甲,W加YO不发生反应,以Z加YO生成ZO加Y,并Z加SO不发生反应,则下列四个选项,何者会有反应发生? 根据甲的反应,我们晓得,我们的活性大小呢,是Y大于W,我们根据已的反应可以知道呢,我们活性大小呢,是Z呢,会大于Y,我们根据丙的活性大小,我们知道呢,X会大于Z, 所以呢,我们晓得整个活性大小是X大于Z,大于Y,大于W,那么活性大的元素呢,可以把活性小的元素的氧抢过来,然后发生氧化还原反应,可是活性小的却不能把活性大的元素的氧化物的氧抢过来,所以我们看到W加上SO不会有反应,我们看到W加上ZO也不会有反应,我们看到Y加上SO也不会有反应,可是呢, X加YO呢,会有反应,所以第三次问我们说,则下列四个选项,何者会有反应发生?我们答案选的是B, X加上YO 我帮助,则下来 se长的